人生需要励志 愿你眼中有光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励志时间 励志小故事 骆驼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妈妈妈妈 为时摸我们的睫毛纳磨得长 骆驼妈妈说 当风杀来的时候 长长的睫毛 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 都能看得到方向 小骆驼又问 妈妈妈妈 为时摸我们的被纳磨驼 丑死了 骆驼妈妈说 这个叫驼风 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 让我们能在沙漠里 耐受十几天的无水无石条件 小骆驼又问 妈妈妈妈 为时摸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骆驼妈妈说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 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 便于长途跋涉呀 小骆驼高兴坏了 哇 原来我们这摸有用啊 可是妈妈 为时摸我们还在动物园里 不去沙漠远足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可惜现在没人用 一个好的心态家 一本成功的教材家 一个无限的舞台 等于成功 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 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